我們今天要為各位說明的主題是高效率混合農業 而我們的動機是因為全球的人口不斷的增長 所以食物的需求就更多 由這張圖表看到我們人類社會隨著時代的演變 我們對氣候的影響越來越劇烈 所以我們的食物供給線就會隨著我們的氣候變遷而一直降低 而伴隨著就是我們人口數增長 然後我們的需求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起身做些什麼 以後呢就會沒有食物可以吃 這張表告訴我們隨著時間的推移 人口的飢餓人數越來越多 而比例佔的越來越高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食物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最後可能只剩下一碗 或者是連一碗都沒有 那全球的人都吃不到食物 將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更糟的是有可能引發全球核武大戰 導致地球的毀滅 而我們透過觀察動物的特性得到了一些啟發 像是牛有四個胃 那我們可不可以運用其原理來增加我們農業系統的效率 而如今我們有一條水道和四個種植區 就如同牛的四個胃一樣增加使用水的效率 而我們種植農作物時必須加入肥料 於是我們把加醋的糞便經過堆肥處理後的土再循環利用 會有一些農業廢棄物以及加醋的糞便 可以先經過中途的大脈蟲養殖區 先再吸收養分再變成加醋的飼料 而我觀察駱駝發現駱駝的駝峰並不是儲存水 而是儲存能量 那我們是不是也能經過我們的糞便的生殖能源 來儲存能量來應付農芒時需要的能源 也就是說我們的糞便不只能夠拿來當堆肥 還能放進我們的生殖能源生產機裡面 拿來發酵產生一些biogas 然後拿來發電產生能源 有天我觀察毛磚台時發現它會分泌黏液 來黏住害蟲及病原蟲或細菌 來防止遭食用和感染疾病 而我們可以做出仿生膠並搭配高壓噴霧器 來噴在農作物的表面 達到防治病蟲害 而這些黏膠會在植物的表面產生珠狀的結構 而且不會影響植物的生理現象 如氣孔開合 更厲害的是它對環境是無害的 且可在天然的環境下自動降解成 不造成污染及抗藥性的元素 噴灑一次約可以使用一劑的時間並自動降解 不會造成生物累積現象及污染水質